陶屋和仓是東岸時遂見的袍莊和組合 陶屋上的黑浴蚊反映了當時下頂和陸鋸建築 陶屋裏面有兩塊的械蚊 兩塊瓶粥的背著小鞋 這些出土蚊蚊深入感視是本地居民的生活 同時都反映了本地的土業和建築物的發展 這塊的械蚊 這塊的械蚊